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個 比較是談約聘僱的 整個制度的一個背景這樣子 然後從那個制度背景然後去了解說 那國道消費員他們現在要打的訴求是什麼 那因為之前其實國道消費員一開始出來 他的形象比較是說 遠通接收了整個ETEC 那後來他們就因為比較沒有工作權 那又因為高工局跟遠通簽了某些合約裡面 他有牽涉到說 他的僱主責任的轉移的部分 比如說遠通要來安置 那他沒有安置 所以一開始 或是他有安置但是一樣 工作上面產生問題 比如說我本來是可能住新莊的 但後來他叫我跑到 比如說苗栗的 比如說那個 苗栗的那叫什麼 愛買去上班 那我根本不可能去那邊上班 或是有人去了上班 但後來他發現 比如說因為他的薪資會 維持原來薪資嘛 那所以雇主會開始要他做比較 比較多的事情之類的 所以一開始國道消費員出來比較 再加上結合當時其實大家 他整個民間其實輿論是對於遠通是感到非常憤怒的 所以 當時一開始出來的訴求比較 一開始就直接打遠通 但後來慢慢才拉出來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所以一開始打遠通打工作權 後來才慢慢打出一個東西是說原來在 約聘雇制度上面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後來講年資問題 那其實很多人不太知道說 那 年資問題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那大家都講 約聘雇不就是一年一簽嗎 那這個東西 難道說你今天要 你今天難道你要變 變怎麼樣子 你本來政府就跟你講說你一年聘嘛 那所以後來其實在衝撞的反而是整個 國道消費員所代表的政府約聘雇制度 的問題 先來談約聘雇制度 就說約聘人員的話他其實是 在1972年就有一個 也有一個母法叫做聘用人員 聘用條例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呢 因為約聘雇其實可以區分兩種 一個叫做約聘 一個叫約雇 那 有人就叫聘用人員嘛 那聘用人員呢 基本上他的位階其實要來的比 約雇人員要來的高 這些你們大概知道嗎 可能不太那麼清楚 那在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裡面 其實他非常簡單 就在實際條文而已 那他裡面提到說聘用人員不適用 這個奉集法 退休法 及撫恤法 之規定 也就是說他其實並沒有 一般工人員的基本 的保障 一些相關的法令的保障 對 那 可以看到為什麼特別標準 1972年 是民國60年 61年的時候 基本上就有 開始有這種聘用人員 比較正式化的出現 那另外一個約雇人員 約雇人員跟約聘人員比起來 他 其實他們兩個都算是一個 也算是 公務人員 但他不是正式的公務人員 他還是 比如他今天如果被假設要轉正之後 他也可以變成公務人員 那其實約聘案約雇他也有一定的公務人員的位傑 但當他沒有被轉正成公務人員的時候 他基本上他是沒有辦法享有 剛剛講的奉級呀 退休還有撫恤這樣子 約雇人員的話 他的母法是來自於行政院 即所屬機關約雇人員雇用辦法 他是1972年也是一樣 民國61年的時候就有一個這樣的母法 那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一些有趣的東西 在約雇人員的條例裡面 其實他就提到 怎麼樣可以成為約雇人員 他裡面 比如說這事項 第一個就是定有期限之 臨時性機關所需人員 所以他一開始設定的 基本上都是在談臨時 或是 這邊有講定期 第二點 臨時性機關 第二點是應辦臨時的新增業務 在新增員為合定前所需人員 你就是一個暫時性的 我有新的人員進來 但是問題他沒到 那我總需要有一些人 那可能那個人要到可能需要一年的時間 那我就找一個 一年的約雇人員然後來去 站待他的位子 好那一年之後呢 新的人到了以後 他就可以自然就結束掉這個 他的雇用關係 這樣子 第三點 應辦理有關機關委託或委辦之定期性事務所需人員 什麼叫定期性事務呢 基本上就是 他可能只有一段時間的 他不是 臨時性是說 呃 就是臨時出現的東西 臨時性的機關 好比如說我只有執行一年的業務的機關 或是我剛講臨時新增業務 但是定期性的可能他就只有 短短一段時間他所需要的事務 好那第四個就是應辦理季節性或定期性檢疫工作所需人員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說約雇人員他之所以出現是為了臨時性定期性 好那他其實跟勞基法裡面的 所謂的定期契約精神大概是類似的 對好 所以一開始我們先知道這件事情 好但是他這個荒謬的地方在於說 你後來看好再以國道收費員來看 他其實裡面有兩種人 兩種身份 一種叫做臨時人員 好臨時人員要來講 一種就是所謂的約雇人員 那他們在國道上面你說 好我們就看 高工局雇用這些人請問 高工局是一個臨時性機關嗎 絕對不是 他們在國道上面 收 收票亭收了這麼久 他是一個臨時新增業務 他有新增的員額還沒有進來嗎 也沒有這個狀況 然後 因辦理有關機關委託資 定期性事務 他沒有定期性 如果要講定期的話 定期了幾十年了 假使沒有ETC把遠通接收掉之後 如果假使沒有ETC接收 其實他會延續下去 所以他也不算一個定期性的 再來因辦理季節性或定期性檢疫工作 他也不是一個季節性定期性的檢疫工作 他是一個一直維持維持性 有繼續性的一個工作 所以但是呢 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政府雖然定了一個這樣的辦法 制定說他這些條件 然後他才能夠去雇用所謂的約雇人員 但事實上他並不是真的以這些條件 來做 來做他的 聘雇約務人員的考量 的條件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又再去對照一般勞工 一般勞工呢 很多定義契約 很多也有一年一千的那種東西啊 或是兩 拜年一千的兩年一千的可能都有 那 他本來他也可能是作為臨時性的 但很多資方他也會用這種短期定 契約 契約員工 然後去取代正職工 然後去取代正職工 其實政府在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不一樣的是 待會會講 不一樣 待會再講 然後 約雇人員他跟約聘人員一樣 就是 不適用 考基退休 輔序及公務人員保險 就是只要涉及到公務人員相關的 一些其他的福利措施都沒有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進公保的 也沒有退輔 所以 所以約聘雇他完全是沒有退休輔序 也沒有公保 也不能加入公保 所以約聘雇人員他一直加入的是勞保 另外叫約用人員 約用人員是來自於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臨時人員禁用及運用要點 你看到機關學校不是只是學校 是機關和學校 那他就是2008年才訂得出來的法 但是 他是 這個法制定之前 其實就已經有各機關各學校在 雇用零食人員了 所以是2008年把這個雇用零食人員 然後成立一個比較正式的一個法令 我理解起來像是這個樣子 那他跟上面講的約聘雇的差異是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他是以 人事費以外經費自行 禁用之人員 人事費以外 那自行禁用他其實就是 為什麼他過去不用需要一個法令 是因為 我過去要在編制內 約聘雇毛命還可以算是編制內的 最重要是用人事費用 所以你去聽到國道收費員他講說 你是什麼費用 我是人事費 你是什麼 我是通行費 那請問通行費是一個普遍性的 比如說什麼 今天學校機關也有什麼通行費用 當然沒有 好 那學校機關他可能就是他什麼業務費用或什麼的 國道收費員的臨時人員 這些約用人員 因為 高工局他收的就是這些通行費 所以用這個通行費 額外再編出來 額外的經費 自己的經費 然後去聘用一個自行應用的人員 就是 零食人員 所以 一部分的人 以人事費 聘雇的就是約聘雇 以這種業務費用的 人事費以外經費的 就是叫做 約用人員或是零食人員 有這樣的差異 那再看到說 在這個2008年訂出來的這個 MUFA裡面 他來怎麼談零食人員的 條件 一樣 依 零食性 零食性 短期性 季節性 及特定性 零食 等 定期契約 性職值的工作 定期契約一樣 剛才講勞機法可以進行對照 第二點 機關組織特性 特殊業務需要 好 這個是他設了一個時間點 本願合定禁用零食人員辦理職工作 本願指的是行政院 好 那 這兩點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要嘛就是機關特殊 要嘛就是 零食短期季節特定 他還是有一個特殊性的 除非你符合 上述以上條件 不然的話你是不能用零食人員的 但是一樣狀況出現嘛 國道收費員 一樣 一部分一半的人可能是零食人員 一半可能是約聘 約雇人員 他完全都不符合上述條件 但是一樣嘛政府用這樣的 定期契約的方式然後去聘僱 來替代 正式的員工 然後在這個母法裡面還有一個有趣的東西是說 機關限有業務經按下列方式檢討後 限有人力人不能負荷者 以委託外包方式辦理 二 以推動工作簡化業務資訊化 及運用志工等人力替代措施辦理 這句話講什麼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要 你這個機關或學校 你要禁用零食人員的話 你必須要先做完這兩件事情 你才能夠禁用零食人員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是說 你要做零食人員喔簡單講你要零食人員不行 你有沒有先外包 你先外包 先為什麼要先外包 降低你的直接雇用 因為外包是還滿更便宜嘛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沒有辦法外包 或是說你還是必須要用 那他就要問你說你的工作有沒有簡化 你真的需要這些人來做這件事情嗎 你乾脆就工作簡化掉你就不要做那些工作 或是一個人做好多的工作 類似這樣 業務資訊化就是你不要做這些業務嘛 直接上網 大家就要網路上看就好了 然後或是運用志工 你就找一些像 不要講磁器 就是找一些像 就是你知道嗎就穿著 黃背心然後來當志工 你幹嘛找零食人員 你幹嘛花這個錢 所以這邊其實就看到一件事情是說 他本來是一個零食性的僱傭 而他如果 而在這條裡面又看到說 今天如果這些機關學校要用的話 他會要你 你先來檢討你的外包有沒有落實 你的業務有沒有簡化 所以他更傾向於 不要叫你僱傭 那當然僱傭零食人員 他是怎樣替代掉原來正職的 正職工 正式的員工 然後如果你還是 這已經是 這已經是一步了嘛 就是從正式員工變成是零食員 然後這樣替代掉正職 然後 但是如果你真的還要僱傭 他還是會問你說 你真的有需要僱傭嗎 你乾脆外包掉算了 所以他有一個層次上 有點區分 一個叫做 定期契約替代掉正職勞動力 一個叫做直接去除業務 直接委託外包 然後會替代掉 你根本就不用雇傭那些人 OK他其實政府的邏輯 是這樣 一步一步往這邊走 然後零食人員呢 就是在 定了這個母法之後 整個中央有這樣的母法之後 然後他才有 開始適用勞基法 所以也就是在 2008年之前 各個機關學校 以人事費以外經費 自行禁用之人員 基本上是不符合勞基法 不符合勞基法 那他 一樣是用 採用了 像是 比如說像離除經 我記得講離除經 他部分的勞動條件 其實跟 約聘雇是差 約雇人員是差不多的 好 這邊就是 這三個最重要的制度 就是約聘 約雇還有零食人員